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i 今天跟小伙伴约了一起吃中餐 我这个星期真的是吃够了公司附近的 泰餐、月餐、佛、三明治这些还好 今年小伙伴在十五区这边发现了一家新的中餐厅 看起来还不错 让我们赶紧去试一下吧 就是这家 杨小厨 我们第一次来点了他们家的招牌菜 水煮牛肉 酸菜鱼 干锅花菜 海鲜堡还有辣子鸡 我们四个人今天点了五个菜是不是很丰盛的 我们点了四个经典的川菜 还点了一个海鲜堡 因为我们小伙伴不能够吃辣的 但我们今天先从经典的水煮牛肉开始呗 师傅刚才出来了 看我偷偷在吃 这个辣度真的很友好 对我这种不能吃辣的人 我觉得我可以吃一份 然后可以配两碗米饭 这牛肉好嫩 牛蛋也没有裹成的姜 就是那种嫩嫩的牛肉 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吃一口酸菜鱼吧 这个鱼肉刚才端上来的时候 你就看也能绝对不是那种等冻的 而是新鲜的这种鲁鱼 我想 喝一口汤 觉得会很开 我把这个酸菜的汤 请我们的干锅包菜 也是手撕包菜 这个包菜好像软软脆脆的 是不是有点冲突 但是它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整个的这个辣椒干扁的特别的香 还以为带着一点点醋溜的感觉 吃里边用这种回锅肉嘛 回锅肉炒出来的这种香味 现在来吃我们的辣子鸡 这个是小伙伴 一定要点的一个菜 赶紧吃一下呀 好的 你喜欢吗 这样吃过那么多辣子鸡 你觉得怎么样 真的很香 好吃吗 我刚刚看那边一个小多个 就点了一盘全部都吃了 然后辣椒摆着整整齐齐的在旁边 我也觉得很好吃 就是非常的外缩铃嫩 然后里边还有这些花生在里面整的 我很喜欢吃菜里面的花生 好 他们家菜呢大部分都是川菜的 会稍微有点辣 但是如果你不是那么冷吃辣 你可以跟老板说一下 说你我不是很冷吃辣 可不可以给我调低一点辣度 但是如果你真的一点都不能吃辣呢 也可以吃海鲜堡里边有扇贝啊 鲜虾还有蔬菜 我们先尝一下哦 我吃一个扇贝吧 刚刚上来的时候上面还有火是那种热的 它真的是满满的酱香味传递过来哦 我们今天真的是超级迅速的就光盘了 看一下真的 还是要什么 全部都是配料和汤汤底底的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今天点的这些菜里边 最喜欢的三个呢 是辣子鸡 水煮牛肉 还有酸菜鱼 里面最惊艳的呢 就是酸菜鱼 那里面基本上是老板说 应该是有一整条一整条鱼鱼在里面 而且是新鲜的鱼 跟那些冷冻的鱼一点都不一样 而且酸菜也非常的新鲜 不是那种非常咸的那种酸菜 最后里边连酸菜都没有了 只剩下糖 酸菜都没有了 这些都是适合你能吃辣的 和不能吃辣的朋友都可以吃的 如果你非常喜欢吃辣的话 就要点这个手撕包菜 它真的是又辣又甜又香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点点酸的味道非常好吃 不能吃辣的朋友就可以点海鲜堡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下次我们可能再来尝试 带来他们家尝试其他的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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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